OdioJungle 收拾夺冠 该剧目前的搜索指数已达到42万之多 全网播放量已突破10亿 很多观众都表示 看这部剧成功辽媚 完成过年脱单任务 这部剧里 近东一改霸道总裁和人生导师人社 化身恋爱顾问 戏中程浩毒蛇不断 金剧频出 还分分钟向观众分享追爱大秘籍 帮助单身人士找回自信和辽媚高招 最终在诚好的帮助下 三个遇到不同感情问题的男人 都成功找到了最合适自己的另一半 同时也收获了成长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恋爱先生中 近东实演的恋爱顾问 还有一个微博叫 at别拿恋当饭吃 现实生活中还真有这个微博存在 经常会分享各种恋爱攻略 还能帮助前来咨询的单身人士答疑解惑 看剧还能真正结局个人的单身问题 这大概也是恋爱先生收视率超高的真正原因吧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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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 近东这次饰演的人设太过讨喜 尤其是近东扮演招财猫那段 让人忍不住想上去捏一下他的脸 不但有女生日常表白 就连男生都开始疯狂为他点赞 一名小男生就在近东微博下表示曾经 被前任伤得有点自卑 看了近东的恋爱密集后 又重新自信起来 真是因为那具有情场高手近东在 各种爱情烦恼尽管砸过来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别看陈浩激动试验帮别人追起女生来一套一套的 当他遇到安全不按套路出牌的女主罗月 将书影试验后 完全丧失理智 两人刚一相遇就火药位十足 一个是专门教人聊妹的恋爱专家 一个是专制渣男的大龄圣女 两人过招上演了不少啼笑皆非 阴差阳错的故事 后来两人在慢慢的接触中互生情愫 成了一对欢喜人者 就像近东说的 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 首先一定要对对方真诚 实话实话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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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